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星空顶的 果实特别硬 吃起来是嘎嘣脆的 嘎嘣脆的 看到没有 上面的白色的小点点 咬一口大家听一下这口感啊 虫甜没有任何酸味 这个樱桃去年我们发了好多啊 去年也是我们第一次发 以前没有发过 倍数好评好评率百分之百 这年围了这个网也住没进去 现在走的走现在才是六点钟 我没吃东西 一人先给它吃上一颗 吃个走饭 胜利吃了一次 来 吃起来 咋要 吃一口咋咋的 弄里精 甜甜 今天是挑着这 因为有一些 颜色还不是特别好 这个地里面 这个胜利樱桃是第一次采责 这个品种就是我们前半年给大家提供的那个樱桃树苗 不是好多人找我买了樱桃树苗吗 这个樱桃树苗就是这个品种 它属于自花收粉 什么叫自花收粉啊 以前有好多人听过说是摘上一棵果树 尤其是樱桃树它不挂果 原因是以前可能你听到的这种 或者说买到的这种 它是易花收粉的 就是用通过其他品种来给它传播花粉 像这种品种的话 它是自己的话可以给自己收粉 所以说是产量也是非常高的 来看一下这个 这是一棵五年的树 这是一棵五年的树 你看也是比较比较细 你看这挂了多少锅 这每一个袋子它就是一棵或两棵樱桃 看到没有 真是太摘了 它就挑颜色深一点的开始摘 你看 大不大 袋子撑的 这个摘的时候要到画上摘 看我们天水的气候 天难不难 这还让它没套袋的 让它没套袋的 这还没套袋的 这还没套袋的 这还好 你看这一树樱桃 在这个地方 拉枝的时候 我们先弄断了 现在接着 樱桃还大的 这是三年以上的果子 还不小 这个樱桃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不套袋的 会全部裂口 即使套了袋 它有的时候在袋子里面都会裂口 这两个是没套袋的 你看有一颗裂了 有一颗没裂 再吃一颗 哇 最近全国的高温 我们天水也是 前段时间都是三十多度 过两天就是每天 我看了一下的月底 就是三十五度 三十六度 高温今年影响 是影响我们樱桃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直接把樱桃晒熟 晒到不长 泡在袋子里面温度会更高 刚才这一束樱桃我摘了几颗 全部是晒熟的 直接是晒熟了 我从袋子里面 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没有 这个樱桃它本身是比较硬的 比较硬的特点 但是现在你看 直接和开水里面泡过一样 这些全部都是 这些全部都是 你看 剁出来看一下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是直接晒熟的 你看这 这藏的叶子比较的还可以 你看这一棵树 全部晒毁了 这一棵树 全部晒得特别软 你看 掉了一地 这就是高温晒熟的 这一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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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小桌是吧 有 今天的采摘终于结束了 现在十点钟了 我们准备回家 今天一员大叫 露撒起了吗 哇 谢谢 吃饭黄瓜凉面 现在每天都是 那样的凉面 这个面条我也会做 大家懂得 喂吃起来 吃完就赶紧打包 哇 带一下 飞飞回来了吗 喂小鸭子了吗 就他喂的是什么 蓝虎 蓝虎 嗯 早上才这 下午发出 明天 就到了 忙着一天 今天又结束了